您好, 我是真双, 今天我想煮一个红烧师指头的半生菜菜式 介绍材料 半肥瘦猪肉 大概300克 半斤左右 冬菇浸发花菇 浸泡了两个多钟 洋葱 半个小半个 猪肉不太多 1个生菜 介绍材料 1茶匙糖 1茶匙豉油 1茶匙老抽 1茶匙麻油 1茶匙麻油 1茶匙 5香粉 1汤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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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5茶匙 1.5茶匙 醃 1茶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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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茶匙 1茶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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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在面上淋一淋 煎時食型不會散 鹽一點 最後煮完後 看看是否夠鹹 材料就是這樣 煎 민 盐 煎擦 豆瓣 鍋 techno 煮猪肉 煮猪肉 先放糖 醬油 醬油 放入烤焦, 淀粉 不放入烤焦粉 剩下来我放入烤焦粉 放入烤焦粉 放入烤焦粉 烧烤酒 加入麻油 青葱、芫荽、芫荽 烤一点 加入冬菇粒 加入冬菇粒 这次的冬菇粒是很厚的 我打算放一半 多过猪肉 放一半 洋葱 再放一半 放一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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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放一半 1茶匙的粟粉 逐少少 放一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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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开六个蛋 被抢皮 如果有小朋友,你也不怕�机 最后会在伊状下来 煎鱼就OK 现在煎水 三分水 3-4茶匙 烧鱼牛肉 煎鱼 有剩下的炎料都可以 我怕它會散開 所以我都會用盤子放進去 放進去就不要動它 煎它兩分鐘左右 再煎一至兩分鐘 放進去可以不停 煎一分鐘左右 或一半分鐘去散開 放進去紅蔥頭和蒜頭 洋葱 用剩的洋葱 放入冬菇 用剩的冬菇 用剩的洋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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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味道 冬菇水 200ml 300ml 清鸡汤 500ml 清水也可以 少许鸡汤 不一定清鸡汤 加冬菇水 500ml 少许鸡粉 煮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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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火 煮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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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n 煮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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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熟 上碟就可以了 现在够了20分钟 打开盖子 试一下味道 很香的冬菇味 只差一点 先捞起锅锅 再调味 再加几个盐 不要太多 因为不是差很多 只差一点 加少许胡椒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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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搅拌好 看看够不够芡 加少许胡椒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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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加太多 因为汁不太多 好 上了碟 再给大家看 上了碟了 你看多漂亮 这个清淡版的獅子球 大家可以尝试 很好吃 欢迎收看 点赞 分享 免费订阅 再按小铃铛 多谢大家 拜拜